不見實施改道措施之後 今天是首個工作天 部分司機未熟習 出現胡亂設線的情況 令到交通出現輕微擠實 為了改善情況 運輸署宣布兩條巴士線要改道 以及更換指示牌 陳凱欣報道 改道後有司機不清楚最新的行車路線 在路中心停低 不知應該怎樣行 也有車行錯路 為例在雙白線設線 有司機就批評指示不清晰 不知道指示牌在哪裡 那個小巴士停在這裡 退校走 要走錯線 為了避免下班繁忙時間 令到告示打到東行線更加激塞 運輸署下午先宣布 兩條巴士線要改道 取消在稅務大樓外的巴士站 改行軒尼斯道 兩條線分別是城巴70號往香港仔 由今日至到星期三 每天由下午4點半至尾班車要改道 而新巴2號往外秩序彎 就由今日下午4點半直至星期三為止 這個巴士首先要向左轉四條線 然後就要向右轉四條線 這個轉線的行動 其實跟告示打到其他交通有很大的衝突 改了這幾條巴士線 其實對告示打到整體的交通 和對巴士乘客都是有利的 有乘客去到巴士站才知道改道 我現在也不知道有甚麼事 我想不夠了 我突然才知道非常混亂 應該是多久之前 我覺得應該幾天前通知乘客 路程處在下午也更換更清晰的指示牌 令到司機去到告示打到的時候 知道哪條路線可以去到北角和銅鑼灣 交通改道是要配合銅鑼灣天橋重建工程 工程是會為期兩年 運輸處相信司機稍後熟習路面情況 問題不會太大 無線電視記者陳凱恩報道 現在是下班的繁忙時間 告示打到向銅鑼灣方向交通是怎樣呢 我們跟在灣仔稅務大樓外面的趙海珠聊一下 趙海珠,外面有沒有塞車呢 雖然現在到了下班的繁忙時間 不過告示打到往銅鑼灣方向現在是非常暢順的 並未見到車籠 運輸處相信可能是跟兩條巴士改道路線有關 以及市民可能改搭了地下鐵路有關 不過為了防止有擠塞的情況出現 運輸處已經啟動了緊急事故協調中心 去監察各條路面的情況 路政處也有拖車後命 另外警方也會因應需要 去調校附近的交通燈號來疏到車輪 運輸處又說會在三天之後 再去檢討兩條改道的巴士路線 看看是否有需要去延長實施 在延長的報道是這麼多 將時間交給徐維爾